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有锐利的外围投射能力 总是能在关键的时刻上送上一记 致命的long tree 论内窃 他擅长争取加罚的机会 省准的罚球命中 同时间又创造犯规给对方 杀手这个door 当之无愧 过人的臂展让他在抄劫方面拥有一定的威胁性 能攻能防的特性让他成为了当前马来西亚篮球队 非常值得关注的后起之秀 那话谁如此 对一个职业篮球员来说 可能他目前的缺点就是他受薄的身形 一豪 我们先玩horse OK 你出题先哦 你要我讲车题 随便你出 你出我 我要跟你做 首轮的horse比赛 直接来个三分下马威 看来一豪已经抓清我的底细 知道我不能投三分 第二次依然是三分 一豪可不可以有创意点 OK 到我啊 先来个简单的中距离跳投热身 咦 要你留得哦 马飞出题 那我们换另外一边回到一豪出题 来一个45度中距离插板 一样啊 哇 出局到你 我H-O了 一定要bank shot的吗 蛤 一定要插板吗 蛤 插板 多一次 多一次 啊 OK 啊 H-O 接下来是一豪低角度中头 被篮板弹回出来 玩horse 不一定要很厉害打篮球 但是一定要有创意 马上来一个360转身上篮 一豪出题 一豪来一个long tree 不过他事前没有交代 我就假装站靠近一些 再来一个连镜头都拍不到人顶的三分 马飞出题 继续来一个不死心的360度上篮 一豪出题 用手jelly上篮 所以是要under 上篮 哦 哈哈 还有什么 继续一豪出题 拉一个小车轮从左到右上篮 你不要关篮啦 你关了我就坐不到了 走啊 看来一豪还是回到三分比较有胜算 轮到马飞出题 三分起跳上篮 一豪出题 做回刚刚一样的拉杆 OK 最后再来一个三分 最后再来一个三分 这个Hox当做是热身了 现在我们进入 会有多一个多三个环节了 我们先设Free Chow 3分 然后再单跳 好 那现在我们会比Free Chow 罚球一个人实力 好 好 可乐 3分 ige 9 8还是 10 2% 2% 你可以把你的藝術握? OK 我做了 忘记了 15这样 好 我们现在来玩3分 到我了 OK 到你 美美是我讲你不准啊 啊 要看一下 多不准 没有这样准的 看来我被美美骗了 不要 啊 好 好 60% 能不能 厉害厉害 仔细一下然后我们打 一个一对一哦 OK啊 好 我想问一下在这之前 你有没有看过我 呃 我有看过你吧 有看过我啊 因为我的影片 打鱼球的 打鱼球的啊 不是篮球啊 你要小心啊 我是会打篮球的 好 OK 我们打3分哦 没有rebound的 然后如果你的那个 possession完了就换了 OK 然后loser ball 好可以 ok 现在你出全力看 finder round 好我们打5分 努力 努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啊 Lost to y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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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我問了他 他說他 我打不喘 我已經喘到像狗這樣 但是你們有時常在練球 長期訓練 對對 然後我覺得其實美美主還沒有認真在打 好像放著我 今天你比較認真一點 所以我覺得很難score 這次我們在討論 剛剛一個立球我應該要上左邊 如果上左邊的話就不用吃紅火了 好一好 現在打完球我有一些小小的訪問 Taking easy啦不用說很serious的 你現在是職業的籃球員 現在目前馬來西亞還沒有算 就是講一個完全對有一個職業 我們暫時撐了為半職業 半職業啊 你覺得怎樣才算是一個全職業 就是有可能就是一連串的 為就是球隊的就是這樣 你的目標 就是長遠的發展來講 就是你要照顧球員的就是好像吃住 就是那種身體的指數還有那種健康 就是要完全是為球隊而想 得到好像還有一個 完全的那種聯賽這樣 就是說他會安排多一點比賽給你 然後會計劃一些 recovery的program給你 健康也顧給你 全部這樣子啦 所以現在你們缺少的是這樣子 你們只有一直練球 一直練球這樣子吧 練球拿薪水 我們主要就是沒有一個 國內沒有一個很長時間的 一個聯賽這樣給 就是個大 就是球員有一個平台 就是發揮這樣 如果是這樣子 你接下來有什麼打算 你覺得有什麼 怎樣的發展呢 近這幾年我就是 他球隊的 有就是這樣 以後有什麼目標 然後 就是最好是國內有 更多的聯賽這樣子 更多聯賽啦 就是可以延長球員的 聲搖 就是如果沒有的話 基本上如果在馬來西亞 通常 打到最多的就是 可能到一個 年齡二十九三十歲 已經要開始想 以後要做些什麼的 你有想過嗎 好像你還是比較老一點 如果你真的是不能打球了 有想過要做什麼 現在 還沒有 就是想認真去思考 因為我覺得 我想 把近幾年就是 專注於在籃球這方面 看可以跑到多遠線 哦 你 今年多少歲啊 我今年二十五 二十五 還很年輕啊 就是一百八 不年輕也不老 你幾歲進國家隊啊 如果是國家隊來講 我 十六歲就進國情節 如果國家隊 所以就要可能 呃 二十四歲吧 我覺得 我看你也是有代表三人賽的哦 啊 對 你比較喜歡打三人賽 還是比較喜歡打Fuco的Fy-Fy-Fy 呃 我比較喜歡打Fuco的Fy-Fy-Fy 為什麼啊 因為三人賽的節奏 還有封撞度很激烈的 所以我看你蠻瘦啊 啊 就是 還有節奏太快了 哦 但是我也是撞不過你啊 哈哈 我看你這樣瘦也是撞不過你 但是如果你講 比較有機會 會就是 是三人賽啊 因為三人賽就是 你未必你強的話就贏 也是有 一點點運氣 也有運氣 也有那種球風啊 哦 因為他節奏很快嘛 然後你三分是 算兩分 啊就是你一進球 就可以直接開打耶 所以很快的 但是節奏太快了 就好像你 短短十分鐘 你是可以打到 五人賽的四十分鐘 就是在短短十分鐘 你會發生的那個次數 所以如果你練三分的話 會比較有優勢啊 在三人賽 啊 因為兩分嘛 OK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 如果你覺得你 你打球的方式 比較相似 NBA的哪一個球員 你覺得 我覺得啊 啊 你打球的方式 我自己不覺得 像誰啦 因為 但是他們全部是 覺得我像那個 Karen怎麼樣 是因為身材啊 就是身材瘦瘦 然後 高挑這樣子 然後會 也是有點像啊 也是有點像 因為你夠高嘛 你有沒有打算過 要想要增肌這樣子 呃 有啊 有打算啊 如果我每次 增到一定的 那個 數量 他就不會再增加了 你有暴影暴死嗎 呃 暴影暴死就沒有啦 就是這樣 就是 因為你這樣要 吃東西要規劃一點啊 你嘗試 抱你抱死看 反正你就這樣瘦 哈哈 還沒有 可能我自己也是 不喜歡那種 那種油膩還是什麼 就是每一次 撐飽啊 就是你這樣算 你沒有這樣 去特地就是這樣 一直 一直 要整天的狀態 都點肚子 飽飽的感覺 就是你會讓你自己 不舒服啊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覺得你比美美好嗎 呃 沒有啦 但是現在是 他應該會 會比較好嗎 因為就是這樣 因為他 有了身形 他可以跟別人碰撞多一點 然後 呀 基本上也是這樣子啦 呃 非常感謝你抽空來 就是這樣咯 今天影片就到此而止 感謝感謝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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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剛剛 我關機啊 你才講這麼多話 我聊很多耶 剛才 OK 現在還用拍誰跳 哈哈哈哈 下一集的採訪 是到目前為止 被訪問過最準的國手 敬請期待 我們下集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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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